好莱坞是每一位影视制作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让很多怀着梦想的华人望而止步 尽管如此 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电影人 投身到这个行业 只为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尽一份力 好莱坞是每个电影人梦想的天堂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华人 也出现在好莱坞的制作团队中 曾参与过电影《复扯者联盟》 和加勒比海盗的华裔剪辑师 余婷最近透露 将参加最新一部中美合作影片的制作 据介绍 该影片投入资金已超过1亿美元 我在这部电影里面担任的是第一助力剪辑 也就是和剪辑几乎每一天都会在一起 然后讨论如何剪这部戏 然后讨论剧情 然后也和导演之间 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合作 这部戏也会在今年的 差不多90月份会在美国上映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据了解剪辑师于婷多年前就已经参与过好莱坞大片的制作 由于他技术娴熟 思维敏捷 在好莱坞的各个工会中已经小有名气 我现在也有合作过非常多的一些电影人 像之前热映的Logan 然后之后也要马上就要上映的Pirates of Caribbean 这些共识的电影剪辑 从他们身上其实学到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流程 以及特效大片的这样的一个制作 其实也是我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到 然后以后如果制作国内的一些大片的话 我们也会有非常专业的工作流程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的华裔演员加入到好莱坞电影 因此电影的剪辑将需要更多的中英双语剪辑师加入 而于婷已经成为这个领域里比较突出的一位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